王一博自打出演陈情令终难忘记一绝而走红以后 近些年的人气质一直处在上位 迄今已不断两年之久 这在今朝今日更新换代很快的演艺圈 归属于很难能可贵的状况 而在爆红以后 王一博也没忘记试着转型发展 例如即将上映的维和防暴队 兵与火等便是硬汉子主题 一改最开始单改剧中的形象 近期兵与火的导演在接纳访谈时 表露了选人的一些关键点 想不到王一博还差点落选了 从4月底官方微博释放的预告看来 不论是文系的经典台词 或是动作戏的场景 都是有非常好的诱惑力 而作为现阶段娱乐圈顶流之一的王一博 尽管并不是本剧的男一号 但也获得了十分高的认知度 日前兵与火的导演傅东玉 在接纳访谈时 就提到了选人的难题 想不到王一博居然是最不理想化的艺人 乃至一度落选 据导演傅东玉表露 在选男一号的情况下 一开始定的便是陈晓 由于陈晓的形象 气场和年纪感都跟角色很切合 在跟陈晓碰面不上15分钟的时间 傅东玉就明确了他 反倒是王一博 被导演傅东玉点评是最病不像 最不适合的 包含年纪 气场 由于王一博看上去太年轻了 也偏柔弱 看上去并不像景元 乃至还有点小雅体难 但最后 傅东玉或是明确了要用王一博 缘故便是在他的眼中看到了执着 镇定 清澈 渴望 就凭这一目光 王一博总算拿到了这一角色 有趣的是 以前陈晓碧的导演在接纳访谈时 也提到了采用王一博和肖战 成功的人会取得成功 这并非不经意 就算或是截然一身的情况下 的身上所具备的优点仍难遮盖 王一博差点落选冰与火的选人 但最终 或是凭着目光 吸引了导演拿到角色 便是最好事的表明 而日后的取得成功 也是对导演目光最好事的感恩回馈 实际上只需充足出色 就算那一次确实落选了 也会在其他作品中出类拔萃